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 Google我的地圖 或我的地點該怎麼去使用 那麼你可以看到 包括這個就等於說你自己做一個自己專屬的 專屬的一個地圖的景點 那去做分享也好 或者是你要自己個人使用也OK 那麼首先你要先登錄之後呢 你在這個齒輪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您的地點 好打開 它就會進入到那個 我的地點的 或我的地圖的編輯狀態 好進來了 那麼其實像我這邊就會有一些編輯的項目 那你點一下這個 我的地點之後呢 在這邊有地圖 好你可以看到我左手邊有沒有 我就建一些相關的 相關的 那你可以建一個新的 你可以建一個新的齁 從這邊 從這邊 你就更多 欸 等一下這個不用 我的地點 新的跑進來 那它現在這上面沒有出現 你按一下這個詳情的部分齁 點進去之後你會連到那個說明 這裡有個前往我的地圖 那它就會打開這個 有沒有看到一個建立新的地圖 你從這邊進來也可以齁 那進來之後呢 有幾種方式其實你可以建立自己的 一個就是你一個地點一個地點找完之後把它加進去 這是比較傳統的方法 好比較傳統的方法 那現在呢 它有比較快的方式 你看這裡有用匯入的有沒有 你只要準備一個ESL檔案 或者是那個CSV的 對 CSV的檔案 那我們在這邊呢 已經有把那個檔案 跟各位分享了 在那個上面 我看在這裡 有一個精簡版 有沒有看到這個ESL的檔案 你可以把這個下載一下 好你可以把它下載一下 那這個的話呢 其實很單純 我只有用兩個 兩個還三個欄位 我把它放大一點齁 好你看齁 好在這邊我之後把它加上什麼 學校名稱 延期的日期 有沒有 還有說明 那比較重要就是 你至少要兩個 一個是什麼 地點的名稱嘛 第二個地點在哪裡 對不對 好所以呢 它至少要兩個 第一個就是這個我要當標題用的 好這個我要當標題用的 然後呢 在旁邊呢 我還有一個 哇這邊看不到 我先把它下載下來好了 檔案其實蠻小的齁 我把它存下來 好 我把它存下來 好 檔案其實蠻小的齁 現在線上打開 OK 那麼你往右邊走齁 事實上我還有包括了一些說明的部分 那你往右邊走的話 還會看到一個就是 它的那個什麼 右邊 這裡 有那個地址啦 有那個地址 有那個地址齁 所以呢 我就是要多一個這個地址 地址這樣的話它才可以用 那 現在呢 如果我已經把它下載好了 我把它下載好了 您可以直接用匯入的齁 下次您就可以自己準備一個 好 我就直接從這邊匯入 您就選擇您的檔案在哪邊 把它丟進來就可以了 好 比如說像我現在在這邊 那我放在這個 這裡 這裡 好找到了 這一個 我就把它按著丟到這邊來 它就傳到Google上面去了 它就會直接把你推進去了 這樣是不是比較快 對不對齁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做 等於說你在 你的一色裡面就直接做 好 它就問你一件事情了 欸 請問哪一個你有放置地標喔 地標 那這個地標就是那個地址啦 或者精緯度 不過我試過很奇怪 精緯度不行 就是用Google本身自己的那個精緯度不行 所以我後來把它改成用地址的齁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就是直接用地址 好繼續 再來它問你哪一個欄位 作為名稱有沒有 學校名稱 完成 它現在就把它匯進去了 所以你要建立自己專屬的不難 所以你要建立自己專屬的不難 都一樣 都一樣 只是你用中文的它就是找中文的那個地理資訊給你 好有沒有發現進來了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的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再來做編輯有沒有 好可以再編輯 甚至怎麼樣 我這裡 這樣的資訊還不夠 我想要怎麼樣 加入我的照片 甚至影片 你可以拿網路上的也可以 也可以拿就是你自己的 有沒有 可以圖片可以是影片 那影片的部分就是它比較特殊的地方 因為像這裡的話就有點像我們剛剛那個Towerview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的地圖是一個完整的 那你可以供人家瀏覽 包括我可以看到它的照片影片都可以從這邊 這也是新版 其實最近Google地圖才做改版而已 所以這個是它新的一個功能 好像這樣子 所以你直接從這邊來做就還蠻快的 好這樣整個匯進去 那如果你做好了 如果你想要跟Google地球做交換什麼 比如說我在這邊做好了 那我可以從這裡 你看 這個地方 這裡 你可以按 有沒有一個匯出 KML 直接拿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匯到你的Google地球裡面去了 相對的 以後說你那邊有做一些更新 你也可以從那邊匯出來 再匯到這裡面拿 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是不是只有其中一個圖層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說我的圖層這樣還不夠 你可以再從這邊增加 這裡就有第二個圖層 第三個圖層 有沒有 又多一個了對不對 那這個圖層的名稱 你可以在上面按這裡 點下去之後可以命名 比如說這個是 研習的學校 然後這一層看你是做什麼 那麼它的這些資料 你也可以點開這裡看到 有沒有 那 等於一色檔案 這樣我們以後再用 就方便很多 都透過 資料交換的方式 那 像這個樣式 你如果不喜歡 你就選擇個別的樣式 每一個都可以是獨立的 它的這個圖式 都可以改 這些圖式都可以改 你看它的標籤 學校名稱 樣式 這邊 樣式 這裡 個別樣 怎麼看 這個可以改 改不一樣的顏色 有沒有 不一樣的圖標 這些你都可以用 等於說我們這樣的話 我們再看就相對比較方便 那麼如果你以後做好了之後 怎麼辦 是不是要分享出來 右上角 你要自己用也可以 那如果你要跟別人分享 就是 這邊 可以去把它儲存起來做分享 好 做分享 那別人就會取得一個連結 可以直接連進來 這樣OK嗎 我剛剛會不會講太快 再看一下 你如果進到這邊之後 我們剛剛這裡 你進到那個說明 從這邊建立一個新的之後 它有一個叫做匯入 這邊空白的 有沒有 匯入 你可以直接把我們那個 協助平台上的網站 的那個檔案下載下來 先試看看 先試看看 那進來之後 原則上 主要就是要兩個欄位 一個就是那個名稱 再來就是那個地理資訊的 包括你是他的地址也好 或者是那個經緯度都可以 好OK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囉